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We Talk Room 也是阔别许久了 我是子涵 那再次回到我们的录播间呢 也是觉得感觉 有点小激动了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Ashley 所以Ashley最近在忙些什么 最近上班呢 然后带我的学生啦 因为我做这个教育咨询嘛 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咨询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开始做游学团 游学 刚刚把他们送走 因为他们现在国内开学了嘛 哦这样的 那Ashley我听说 从这个2016年到这个数据线为止 这个留学来到国外留学的比例 是比往年增加了将近40%的样子 是的今年的 从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是我们也能看到大街小巷 你能经常看到三点以后 学生放学以后呢 各种各样背着书包的青葱小少年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确实是人数增长是非常可观的 我觉得这也和我们的这边的这个留学政策有关 因为呢我们也是面向各个国家 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国家 让中国的留学生呢或者外国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我们的澳洲 所以从移民上和这个留学程序上都已经简化了很多 那游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游学呢最早之前的游学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有一段小的假期你愿意过来这边 比如说哎经历一下就像咱们中国说的夏立盈 现在这个夏立盈呢也还是以这个形式存在 但是呢他们就说有另外一个目的在这个游学里边了 比如说他可能未来比如说哎我可能一两年以后 我有出国的打算呢 那这个游学就变成了这个try before by这样子的形式 他可以通过留学先提前一步来适应一下风土人情呢 参观一些学校知道自己未来的学校大概的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子的存在 蓝天绿地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心理的感觉了 所以说那越来越多人就想说哎那就出国之前办个旅游签来做个留学 或者说是游学基本上两周左右或者有四周的 这就看他们中国的假期和这个配合时间 所以呢在游学团当中无论是中国学生也好 还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好 他们可以在比如说就在阿德莱德 他们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呢 游学团我们做过的几期呢一般偏向于比如说 我们会让他们旅游教育还有这个英文课程三个主要的方面来结合 首先呢就比如说我们会有英文课 他们在这边留学的比如说游学的两周之间 我们会给他安排当地老师纯local的这个教育环境 教他们数学英文用英文的方式来教别的一些课程 然后呢比如说早上上课那下午我们会带他比如说 一些景点的餐欢像阿德莱的Central Market 或者说Museum这些让他去体验一下来这边 你未来的这个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我们也会带他去学校做这么一天到两天 或者有的呢会更长时间的这个实力的这个试读 就比如说和当地孩子一起上课 一起用英文上中文英文上这个数学课 英文上物理课化学课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他说那我想去多几个学校 因为不可能每个学校都试读 所以我们会让他去每个学校参观 这是可以满足他们的 所以说其实现在游学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旅行 或者是旅游的概念变成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接受教育 那Ashley我也知道其实现在在国内也好 包括说在很多国家的教育报告里面都在说 游学已经逐渐出现了低龄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是不是真的呢 是这样子的 现在基本上因为咱们中国的家长也越来越年轻 像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是50后60后 现在基本上是70后80后的父母 他们其实眼界是非常开阔的 他们是非常相信即使孩子去到另一个国度 也有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制度 所以他们愿意小孩子出去见一些世面 所以说以前像留学可能咱们就比如说高中大学研究生这样 现在起码是初中小学很多小学已经有在咨询 他们想把孩子送过来 所以说年龄确实是往下在走 嗯 所以其实无论是在我们早年的留美的幼童 那这批幼童呢也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 那再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低龄化的游学团 我在想可能教育的资源分配是越来越丰富了 但是在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下 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实现他们自己 或者是他们的家长给他们的期望呢 嗯可以说大大环境还是挺好的 但是呢因为本身咱们中国孩子 有一些咱们中国孩子的特质 就包括因为我带有留学团 我有带了几年 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当然也有很多的收获 首先呢一呢孩子家长他可能想的是 比如他一开始找我们报名的时候他会想 哎小杨老师我要的就是一个全真模拟的一个澳洲教育 你就让我孩子去这个高中里面就跟孩子 别的孩子一起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上学 但其实呢因为咱们 你可想而知假如你是一个中文语系的人 你突然让你到一个外文语系 让你去读去经历 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就学生自己会觉得挺尴尬 因为他可能有一些课没有办法理解 英文可能他的水平没有到那个程度 你真的全真模拟的游学 不一定就是说有家长心里想的那个预期值 所以我们其实是推荐家长选择我们的就是说三个方式 旅行然后呢游学提高英文这三个一起来 不是说来三周我都得三周 比如说去这边最好的私校去三周都要跟他们的小孩子同出同进 因为咱们中国孩子有的时候呢独立性是比较弱一些的 所以呢通过这个呢我们其实只想让他体验 不想给他这三周就是说带来太大的这个就是压力了 所以我们是鼓励我们的小孩子我们是鼓励让他旅行一部分 让他体验行万里读万里书行万里路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的 然后呢再提高他的英文 这基础上我们会选择一天到两天或者三天四天 这看孩子自己的英文程度去放到适合他的高中 刚刚呢也是听到Ashley分享了她在工作 以及在带领学生游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了 那么无论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强调的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还是九十年代强调的素质教育 那再到现在就是00后甚至10后 再说到我们要游学要感受这个世界 我想可能这个过程当中赋予的 其实都是家长对孩子的一种期望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教育的真正内容是什么 也许教育的真正核心 并不是简单的去学一门语言 或者是学一门课程 甚至是拿到某一个学位 而是在学习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 有所成长并且有所了解 所以我觉得刚刚Ashley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可能这个就是游学团最真实的内容 所以也是再次感谢到我们Ashley 今天来做科威Talkroom的直播间 聊一聊游学 聊一聊留学 聊一聊所有的在澳洲 在阿德莱德生活的一些华人的故事 好的 谢谢